11月21日,中朝联赛颁奖礼在海口进行最佳射手的颁奖团结,屋内成功去掉了土字,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朝金靴,27个进球打破了李金宇保持的26球记录,并且带领上海上岗, 拿到了2018赛季中超的冠军,吴磊的恩师徐根宝为吴磊亲自颁奖,去年正是徐根宝激励吴磊,要需要土字,结果吴磊在2018赛季就实现了这个愿望,吴磊拿到金屑后,感谢了恩师徐根宝,他直言,今年的奖项变亮了,变金色的了,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,离不开徐指导的帮助。 这赛季之前,我从来没想过能够拿到中朝顺手王,今天能有这样的表现,要感谢教练族,在面对不同的对手,是他们让我在场上站在不同的位置, 徐根宝上场后第一次和吴磊拥抱,这是18年第一次,对于吴磊拿到金屑,金屑还是从土说起,我给你搬了两次,希望你把土去掉,你拿了六年土,终于从土里冒出来了,金墨水火土,土生金,今年加了这个金杯,你今年在海口过27岁生日,进了27个球,你17号,我们说起上巴下。 你运气很好,紧接着,徐根宝说出了新声,我希望你再过三年,我来给你过生日,三年后正好是2021年,我们能不能竞争世界杯。 那一年,我是第一次现场看国家队的比赛,看得我快睡着了,幕夫妻勿生和荣志勤说,比我们那时候太多了,但是不是你们的真实水平,你们刚打完联赛太累,最近心里有些烦。 在座的国家队队员,不是你们的真实水平,再过三年,还是有希望,只要有一线希望,还是要争取,希望你们2021年进入世界杯成功,到时候来给你过生日。 可以说,徐根宝说得很实在,主持人张帝一度想要拿过徐根宝的话筒,但徐指导坚持说了下去,之后,徐根宝对无为提出了新的期待。 亚洲足球先生,证据拿了两次,万质一拿了一次,希望你超过他们,他们老了,还有个很重要的是,你不只是足球的名人,是社会的名人,向荣志行学习,志行风格,希望你有个好的名声和希望。